你快下来 你再不下来 我找人把树给拒了 我才不要打 怎么了这是 怎么又爬到树上去了 爷爷 哥哥爬树 快打他屁股 田宝 快下来 待会儿你爸来了 你就糟了 爸还在坐船 他今天不会回来的 你爸就是今天回来 你不下来是吧 那好 你就待在树上吧 树上才不好玩呢 那下来啊 慢点啊 你好 叫大大男的屁股 大屁股 你快和我呀 你小心 你小心 好了好了 别闹了 大屁股 这两个孩子 真是泰完皮了 天城要是有他们一半活力 那就好了 赵爹 听说天城昨天晚上又发烧了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他 站住 我也去 走 打不到 我打你 你们两个别吵了 赶紧进屋吧 快 一闪一闪亮晶晶万天 蔡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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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城 你怎么起来了 昨天晚上你烧了一晚上 爷爷看好了没有 不烧了 你的病好了 这小子害得爷爷为你担心了一个晚上 老太爷 这可多亏了夫人 昨天大少爷还不肯喝药呢 是夫人在这儿一直陪着 一定是夫人哄得大少爷乖乖喝药了 这病情才会好转的 小红 说这个干什么 我整夜没睡 照顾天城 那是应该的 赵洁啊 多亏了你照顾天城啊 谢谢你 等世红回来啊 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让他好好地谢谢你 爸 我都说了我是应该的 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妈妈 你昨晚不是和我和妹妹一起睡的吗 我昨天晚上为天城喝完药 看他安安稳稳地睡了 我看天也快亮了 我才去看看天宝和美珍 这两个孩子爱剃被子 不管这是不行的 赵帝啊 真委屈你了 照顾三个孩子 你太辛苦了 才不是呢 他把我的药打翻 不让我喝药 还叫我早点死掉最好 他都是在骗人啊 天城 你怎么总是这么说你二妈呢 你二妈为了你的病 整宿都没睡觉 如果不是你二妈 不眠不休地照顾你 你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她才没有呢 她才没有给我喝药 昨天以为是 一直陪着我 一直照顾我的人不是她 是彩霞姐姐 什么 彩霞姐姐 咱家里有这个人吗 有 就是彩霞姐姐 昨天晚上彩霞姐姐 她给我喝药 给我唱歌 我要去找她 我要去找她 爸 你看天城 又胡说八道了 说这些没凭没剧的话 我以为她这个症状 已经没有了 天城啊 你是不是又做梦了 又在说胡话了 我才没有说胡话呢 彩霞姐姐她是真的 我要去找她 我要把她带来给你们看 你们就全都知道了 我要去找她 你 爸 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 这孩子 怎么这么气人的她 爸 你不要怪她 她胡说八道 被我们拆穿了 面子挂不住 我去大一点 这也难免 这孩子 这么小就这么大的脾气 又不知道尊重长辈 这 这将来怎么能放心 把这个家交给她呢 不行 等侍侯回来 我得好好跟她谈谈 可恶得儿吗 她只会骗人 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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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留在我身边 不要离开我 我就陪在你身边 不会离开你 我要去找彩霞姐姐 昨天晚上 真的是彩霞姐姐 在这里照顾我的 她已经在这个家里 我要去找她 彩霞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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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霞 这你拿着 省着吃呢 能吃三到五天 还有这个 是我跟阿父凑的 我们没有多少钱 可是 我们尽全力了 拿这点钱带上你爸爸去看病 你爸的病可不能再拖了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这么好心 我真没用 都把你们救进来了 又把你们赶到大街上去 人家说唯德不足 说的就是我 阿父哥 你千万别这么说 昨晚多亏你收留我们 我们才有歇脚的地方 否则我们一定撑不过昨晚的 你这已经是救我们一命了 那你们有地方住吗 对了 承西的赛家祠有几间房子 是给顾坟的人住的 现在不是祭祖的时间 他们应该没有住在那里 出去赚钱去了 你们可以去那里住一阵子 多谢阿福哥 我们会去那看看的 阿福啊 时候不早了 拉车送他们一程吧 小心点 别让管家看见了啊 好 谢谢 来 我们走喽 谢谢 谢谢 慢点 要保重啊 嗯 蔡霞是个多么细心体体 人又长得跟花一样 多可爱的女孩子 你说她的命 怎么这么悲惨哪 蔡霞姐姐 蔡霞姐姐 太霞姐姐 来 来 快 小心 来 慢点 爸 小心 好 好 坐稳了 会长们 你们忍一下 除了这条件 就可以出来透气了 嗯 阿福 王管家 把那对妇女赶出去没有啊 赶了赶了 你说完我就赶她们出去了 那就好 你赶车出去干什么 厨房没有菜了 我去买点菜 老爷今天就回来了 你可不要到顺乱跑 快去快回 是是是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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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二 鱼 老爷 您回来了 辛苦了 听成了 他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 拜拜 来 来 爸 这两个小调皮小捣蛋 在家里有没有听爷爷和妈妈的话 哥哥不乖 他爬树 偷东西 还剪我杨娃娃的头发 真他不乖 他把不要穿的衣服都给剪烂了 他偷偷把我的玩具给踩坏 还把爷爷养的鱼给捞出来弄死了 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呀 以后不准这么顽皮 知道吗 来 孩子嘛 哪有不调皮的 都还小 等他们长大了就好了 世红 这趟向南洋一定很累了吧 我让包妈熬了些补汤 一会儿就能喝了 事后啊 天成昨晚上又发烧了 多亏了昭帝不眠不休地照顾他 哄他吃药 还哄他睡 天成的病才算有所好转 天成怎么又发烧了 昭帝 谢谢你照顾他 只要天成能够领情 我就心满意足了 天成呢 怎么没出来 天成呢 怎么没出来 这孩子又烦脾气了 这会儿不知跑哪儿去了 都怪我 我就是猜不透天成的脾气 又惹他生气了 我这样拼了命地想讨好天成 想做个好妈妈 我对他的关系 比对我自己轻生的还多得多 可是他却完全不领情 我的心啊 真是痛啊 哇 好多礼物啊 好多 我要 不给我呀 不给我 不给我 不给 你们两个干什么 爸爸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这样很不礼貌 要问问礼物的主人是谁 我要吗 我就想要吗 好了 这是给天成哥哥的 你们的礼物再另外一包 不要吗 我就想要这个 我要 我要这个 够了 一点家教都没有 这样扯来扯去的啊 不怕被外人看到笑话 你这小子 叫了多少次了 就是叫不贵 我打你 你别打了 你打到亲话为止 你这是干什么 招弟别打了 不行 我要打到他亲话为止 小红 把腾桥过来 赵弟 那是亲话为止 赵弟 打到你亲话为止 太大了 打 过来 亲不亲话 亲不亲话 不能 赵弟 够了 够了 别再打了 这不打有用吗 这 孩子这么小 他不懂事啊 小红 你 你以后得抽点时间 来帮着赵弟管教这个孩子 他一个人带不了这俩孩子 陈宝也是你儿子 他们将来也要接管这个家的呀 我知道了 爸 没什么事 我先去天城房间了 天城 爸爸回来了 还给你带了好多礼物 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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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身体和老子 妈 我真的很担心 他是不是能够好好地长大 对不起 我没有把天城照顾好 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天上怪我 怪我没有尽到做爸爸的责任 我不只没尽到做爸爸的责任 我 我还是一个失败的丈夫 害得你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 海天城成为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对不起以前 我真的很对不起你 好痛啊 来 妈看看 妈不是真的想打你们 妈是故意打给你爸看的 你们两个天天吵吵闹闹 你爸看了 就更偏袒那个野孩子天城了 妈只想假装打你们 让他看了心里不好受 他才会更疼爱你们一些 天城哥哥最讨厌了 我不喜欢他 爸爸偏心给他最多的礼物 你爸就是偏心 他不只给他礼物 还巴不得把我们家的财债都交给他 我和你们放心 妈不会眼睁睁的 看你爸这么做的 妈一定会替你们争取 让你们得到 你们应该得到的 坐 天城呢 他怎么不过来吃饭啊 天城没在房间吗 我一早就没见他人眼 我想是他自己跑出去玩了 穿得那么单薄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可怎么办呢 天城身体不好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去呢 从早上到现在 你们都没有找过他 我 我只顾着 看天宝和美珍 你是疏忽了 王府 赶快让下人们去找 是 快找 是 我想 我也去 你奔波了这么多天 连一顿饭都还没吃 让下人们去找 或许天城他还没出去 要不开门呢 早就过来禀报了 或许这一次 天城和以前一样 耍个脾气 在家里呀躲起来了 不行 天城不回来 这饭我也吃不下去啊 世红 你说这个天城 老是让世红担心 万一他们父子俩饿坏了 那可怎么办呢 爸 您先坐着 我去找天城 好 去吧 快去啊 美珍和天宝 我来看着他们吃饭 你们要听爷爷的啊 来 吃饭啊 怎么吃饭呢这是 怎么像个野孩子一样 一点规矩都没有 难怪你们爸爸会烦你们 天城少爷 你在哪儿啊 天城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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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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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城少爷 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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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爸爸爸爸整天找你 你去哪儿了 老爷 我在厨房外的后院 找到少爷的 天城 你怎么穿这么少 没着凉吧 天城 爸爸一回来 就跑去找你 难道你不想爸爸吗 天城 天城啊 别闹别扭了 有什么事啊 就说出来 憋在心里面会生病的 爸这次去南洋 给你买了很多礼物 快去看看喜不喜欢 来 是谁进了天城的房间了 周帝 你给我过来 这 这一定是小少爷跟小姐 我刚刚看他们跑出去 又是你两个混世魔王 简直是胡作非为 现在又把天城的东西弄坏了 周帝 你这个灯娘是怎么教的 怎么教出这两个 无法无天的家伙 这 这 这闹得是有点过分了 孩子嘛 哪有不顽皮的 再说了 还不是因为你 对天城太偏心了 所以天宝和美珍 他们才嫉妒的嘛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放着我 我为了找天城 没把天宝看好 没把天宝看好 我这就把天宝和美珍找过来 跪在天城面前向他赔罪 要是天成不让他们起来 我就不会让他们起来 不用了 以后不要再让他们进我的房间 天成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不该放着天宝和美珍不管 你是哥哥 你就原谅他们 好吗 要不然 我这个做儿妈的 就替你弟弟妹妹们向你赔罪 天成 你不要再怪天宝和美珍了 不要再加重了 阿姨成 这就是你叫他们把我东西弄坏的 私底下 你还常常叫他们来打我 把我的东西弄坏 你还说他们做得好 现在呢 现在你在别人面前假装向我道歉 你这个坏人 你这个坏人 你这个虚伪的骗子 天成 天成 骗子 你不要冲动了 天成 你这是干什么呢 哪有二妈贵儿子的 快快快起来 别把天成吓着 小红 快扶太太起来 我 爱 太太 你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你把我妈妈还给我 天成 天成 你听爸爸的话不要激动 坏人 天成 害死我妈妈的坏人 你 天成 你就不能听爸爸一句话吗 天成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 弟弟妹妹只不过是弄坏一些东西 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 二妈因为错了都给你跪下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怎么越大越不讲理 越大越修正你 天长 就因为你从小身体不好 你看看这全家人 全都宠着你 让着你 爱着你 关怀着你 你到底还想要什么 你二妈她再怎么着 她也是你的长辈 你怎么会对你二妈恶言相向呢 还对你爷爷不理不睬 这是你应该做的吗 天成 你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爸真的求求你 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天成 她才没有对我那么好呢 她这么多年都在欺负我 她这么多年都在骗你们呢 天成 她怎么骗了你啊 昨天晚上你二妈给你拿了药 照顾了你 你今天的病情才稳定了 她真是对你好 怎么成了欺负你了 她才没有给我喝药呢 你们都被骗了 你们都不相信我 只有彩霞姐姐她才会相信我 彩霞姐姐她也听到 听到二妈道你对我又多坏 你在胡说什么呀 哪有你说的那个姐姐呀 你不是找了一天也找不到她吗 天成 你肯定是在幻想 那不是真的 你胡说 彩霞姐姐她是真的 她才不是我幻想出来的呢 我不想看到你们 我不想看到你们 你们出去 出去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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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天成 天成 你听爸爸的话 天成 出去 出去 天成 天成 快快快 天成 你们走 天成 都给我走 我不想看到你们 天成 彩霞姐姐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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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霞姐姐 天成 天成 大眼 水灯iyorsun 天成 得了天成 这 怎么 天成他还是一口没吃啊 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呀 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 这样不行啊 他要是再不吃 我就算是惯 也要给他惯到嘴里面去 世红 你别着急啊 你也知道天成那个牛脾气 你要是硬掀着牛头喝水 他不喝你也没法子呀 时间不早了 你们该去洋行打点了 天成这里我来照顾 要慢慢地劝 慢慢地哄 他饿了自然会吃上几口 有耐心就行了 赵弟说得对 咱们快去洋行 把你采购的那些珠宝整理一下 然后呢搞一个小型的宴会 请几位官太太 还有富商名流 让他们来观赏 然后让他们试带 或许呀 能够做成几笔大生意 这些贵重的物品呢 还是尽快变现 拿现金好 可是天成他 你放心吧 有赵弟在这儿呢 赵弟 天成就全靠你了 走吧 小红 这菜都凉了 去厨房让帮妈准备一些 大少爷爱吃的 是 是 天宝和美珍该起床了 你去给他们换件衣服洗把脸 让他们吃了早餐 这离我来就成了 老太爷 老爷 怎么样 天成今天吃东西了没有 回老爷 大少爷已经吃了一个包子 喝了一碗排骨汤 你看看 朝地一去 天成他就吃了 你就别瞎操心了 可是天成他一整天就吃这么甜东西 还是不够的 这样 你晚饭多准备些他爱吃的 是 我去看看他 好 去吧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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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我儿子到底怎么样了 他血糖偏低 是长久没有进食才混到的 不对呀 天成吃东西了 今天还吃了包子 喝了排骨汤呢 我刚才检查他的胃部 他的肚子现在是空的 不过我已经给他打了营养针 暂时维持一下他的体力 然后我再给他开一些维他命 你们千万要记住 一定要让他吃东西 否则他的健康会出大问题的 王府啊 跟大夫去拿药 是 医生 请 怎么回事啊 天成今天吃东西了呀 你 残下姐姐 残下姐姐 为什么你也要骗我 你们都骗我 残下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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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爸 多少吃一点吧 算了 你吃吧 好 主 wid 中间 天成小姐 在王家过得并不开心 都是那个王世红害的 我原本以为 王世红对李小姐是真心的 可是没想到 她竟然在李小姐过世之后 却马上领去蔡小姐 大小姐死了六年了 王世红和蔡昭帝的孩子正好五岁 这不就很说明问题了 王世红她根本没有为大小姐的死难过 你想想 大小姐事故未寒 她就急着和本帝的好生蔡家 结成了亲家 大小姐的死 一定就是王世红干的 可是 当时李小姐已经病得很重了 王世红 又何必把她带出医院 再推到水里 她这样大费周章的 有这个必要吗 我根本不想知道 王世红是怎么想的 她要为之前做的孽得到报应 把该属于李家的都还给李家 让他们得到报应 我iest对 王世红 这都还没有 这个好样 这五岁 这车的幻灭 还有んな子 今次的原因 最后好 赵 permet宜 一次的秦筊 真想有到 才能够为李小姐和李老爷报仇 我一想起天成少爷受苦伶仃的 我 我真担心他会撑不下去 好孩子 该死 天成少爷原来那么善良 那么可爱 被他们王家遭到成什么样子 他显得是那么的孤僻暴躁 李老爷 李小姐的在天之灵如果看到 会更加难过 如果 你再一直吵不乖的话 信心就会告诉你妈妈 说你不勇敢 说你现在很害怕 你妈妈就没办法再安心养病了 你叫心静不要睡 不要跟我妈妈睡 好 我呢把心静抓起来 不让他跟你妈妈告状 白龍头 你不让他放屋 你不能再把她帮她 你不想不想 tour 你不想就不想到我吗 你不想认识了 我说你不想要。你不想要的 我真心静 你不想要你不想要 我才能得到你 啊 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他到底什么时候 才会来接我 天成 天成 来 咱们来喝点汤 来 小红卧的汤 小红卧的汤 来喝一点 天成 爸爸真的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也不知道 你这几天为什么不吃饭 就算爸求你了行吗 你就吃点东西吧 如果不吃怎么长大 天成 爸真的求求你吃点好吗 爸已经没有你妈妈了 要是万一再失去你 爸就真的活不下去了天成 我走了也没有关系 反正你还有一个太太和两个孩子 我已经没有妈了 爸呢 也早没了 天成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啊 你知道爸心里面有多苦 优优独播剧场上 你是不是感觉 他跟他的房子